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还一代非法集结 这期间用铁盾砖头袭击警察 甚至开始当街纵火 香港警方昨日凌晨两点会见记者时透露 警方已经在昨天晚间的清场行动中拘捕49人 展开全文对于这群越来越丧心病狂的黄尸 这次我港警方可以说是非常强硬 对于这种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 就得坚决打击代步 而在各大媒体上 这群无视国法的导弹分子都被称为黄尸 如果你觉得这个称呼很恶心 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废青 为何这群不法分子被称为黄尸呢 原来这是从我港民间流传出来的称呼 在早前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时候 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了黄尸带行动的支持者 在自己的身上挂上黄色丝带做 围标时被叫做黄尸 而后面有反对者去模仿他们发起行动 同样在身上挂上蓝色丝带 所以被叫蓝丝 在粤语的发音中 丝和诗是同音 而到了后期双方互相丑话 用了丝的语语同音字 诗来称呼对方 就有了黄尸蓝诗之称 看来 我港的民间人士 很喜欢这种黑色幽默的调谈方式 至于黄尸在现在更多是贬义 专指那些行为过激 思想反动的青年 刚独分子废青黄尸蜂 而如今这群黄尸仔们 还有废青这个别称 废青者 顾名思义 就是废物青年 在我港民间的定义中 就是从18岁就开始申请公屋 吃父母吃政府 不思进取 还闲着发光 把精力发泄到社会和政府身上的年轻人 毕业了不出去找工作 在家坐吃等死 一边义正言辞的声称 要有独立人格 一边继续靠着父母和政府的救济勾活 觉得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不仅对社会毫无贡献 管 因为头脑简单极已被人煽动 虽然很像我们常说的啃老族 却要比啃老族更加无耻和没有底线 我们常常看到这群黄尸废青的样子都很不修编符 有点窄 呆呆的 戴着眼睛 头发总是油乎乎的 像很多天没洗澡的样子 为什么这群整天嚷嚷着 要人权独立的人这么邋遢 因为穷啊 没有钱还不想工作 买到一日三餐都成问题的人 哪还顾得上把自己收拾一下 一般对于有奶便是娘且脑子不太正常的人 更多人喜欢称他们为大傻缺 虽然这群黄尸废青没什么脑子 可干的事 却是人神共分 不仅用极其暴力的方法冲击 破坏立法会大楼 还在立法会大楼内部 大肆破坏暴力围殴袭击我港警察 造成新建南重案组警长无名指骨折 血剑当场 亦有警员手指被搞事者咬断 央视新闻联播曝光暴徒乱港画面 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 围躲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大楼 并无损过灰冷行为 甚至丧心病狂地把反对港独 支持香港警察维持秩序的律师和议员 和军瑶先生的父母坟墓给跑了 如今 更是连年老之人也不放过 在机场开始围堵不接传单的老人 对于这群无视国法 搞短社会秩序 罪行累累的 黄师费心大傻缺闷 只想用人民日报的一句话来结尾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严惩暴徒 维护香港法治与安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